在脸书专业发布羞辱长者贴文的咖啡店店主 引来网民铺天盖地的批评 不过新中日报记者今天前往采访 发现这家咖啡店的生意丝毫不受影响 还高朋满座 那这位老板也向记者还原当时的情况 那现在我们一起来看看这家咖啡店的老板 是怎么说的 其实是这样啦 就是他做事 我的工作人员就问他 不理不睬不担不担 然后我的妈咪又去问他 他这样 什么意思 你要追踪人吗 我无人一问 你不要 你再说你不要 然后我们有叫他说看场地 他看上看了 不理你 我太太再去问这三次 他就去飘移 然后我太太好好跟他说 老板你至少叫一个工具收 有毛钱吗 对不对 说难听你真的说你没有钱 或是uncle没有钱 我们请你 我们可以很大方请你的 你问看我很多 我的盖封啦 气盖来讨钱 我没有给钱的 我不敢说我大方 叫东西吃我请你 我看到气盖我自己请的 OK 只是坐下来是客人 他没有说他是气盖 他又不像气盖 那些气盖你知道的 他没有说到瘋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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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瘋的 可是刚刚他又是外国人 他又是中国人来的 哦 中国人啊 然后我跟他好好说 我的人啊不是我啦 OK 然后你们回忆一下没关系的嘛 你不要说屁后了 是不是 就是做人直接一点对不对 有话就说有提就放 OK 然后如果说我 说到老人家 让大见不爽 我会道歉 我曾经道歉 OK 但是那些默黑我的人 请你们新闻界的人也发布一下 就是很简单 真的不是我个人做那个背货 要解业什么的 不是 请你们帮我澄清一下 删掉我的背货 删掉你的背货了 我这个老人家不了 其他就是国家 都不怎么支配不了 然后我就看到他们 Ronalphound的comment Ronalphound的唱片 然后我就删掉了 好 那大家刚才看到的是这家 咖啡店的老板 咖啡店的动作 就是 还见这个事件的过程 那他也曾经让网民 风投的专业 其实是其他的人 冒名开设的专业 那他也表现了 他会就这件事情 到警局报案的 那这位老板也说 其实就是放照片出来 公司这件事情 其实是很小的事情而已 只是网民开或激动而已